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题是蒙悦纳的赞美 诗篇从第93到100篇 是一组赞美耶和华作王的诗篇 93、94篇是称颂神在全地作王 95、96是称颂神超乎万神之上 97、98是称颂神在百姓心中掌权 99、100是称颂神的性情 诗篇95篇是一首赞美诗 赞美创造天地 管理万有 超乎万神之上的神 本篇没有说明作者和写作时间 但背景可能是祝彭节的庆典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要赞美神 但什么是真正的赞美 什么样的赞美能够蒙神的悦纳呢 诗篇95篇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让我们一起来读 一到五节 来啊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熟他 海洋熟他是他造的 汉地也是他所造成的 在一到五节 诗人告诉神的百姓 当以感谢和喜乐敬拜神 这是因为 首先神是我们的拯救者 第二 他是至高的真神 伟大的君王 超乎万神之上 第三 神创造天地 管理万有 超乎万神之上 并不是说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神 而是说 独一真神 超越了一切虚假的偶像 和自以为是的人 当我们真正认识 我们所信的神 是那么的超越 崇高 就必会向他欢呼歌颂 今天我们赞美不够真诚 场有口无心 是因为对他的认识不够 不知道他是超越一切的 神是造物主 一切都是他造的 是属于他的 在他的掌控之中 人如果真的相信神是造物主 一切都是他造的 也属于他 人怎能不敬拜他 不歌颂他呢 敬拜 歌颂 不只是唱歌而已 接下来的六到七节 告诉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和蒙悦纳的赞美 六到七节 来啊 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 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朝场的羊 是他手下的名 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屈身 跪下 是指我们的态度 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降伏在他的面前 真正的 蒙悦纳的敬拜赞美 是降伏 是听话 存降伏的心向他赞美 才是最合神心意的赞美 神不但是创造天地 管理万有的自高者 也和我们个人 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是照料我们的牧者 带领我们的君王 因此 凡是神的羊 都应当听他的话 正如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 十章二十七节所说的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今天 有些敬拜表面上是 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实际上是 不冷不热和无动于衷 心中并没有歌唱和感谢 而有些敬拜表面上 是向他欢呼 实际上是 自娱之乐和情绪宣细 心中并没有 属灵上的降伏和顺从 我们只有敬意了 神的拯救 认识了神的荣耀 体会到 神与我们个人有的关系 才可能真实的敬畏和爱神 因此不能不向他屈身敬拜 而真正的敬拜 就是顺服神 听他的话 正如沙默尔记上 十五章二十二节所说 耶和华喜悦番祭和平安祭 心里迷糊 八道十一节 你们不可能不向他认识 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米利八 就是在旷远的马萨 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 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 我怨凡那时代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所以我在怒中歧视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希伯来书多次引用这段经文 特别指出 这是圣灵说的话 圣灵特意提醒百姓 在旷远那段时期的属灵真相 好叫百姓记得不可硬着心 而是在敬畏中真实的敬拜神 因为长城敬畏的便为有福 心尘刚硬的 必现在祸患里 米利八的意思是争闹 马萨的意思是试探 米利八和马萨是逊的旷野 一个地方的两个名字 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趁在那里试探神 正闹着药水喝 神借着摩西使磐石出水 那四代 是指出埃及的时候那一代以色列人 他们因为乘着不幸的恶心 所以不愿顺服神进入迦南 前夜回到埃及为奴之地 神就刑罚他们在旷野 漂流四十年 没有一个世代的人 像那个世代的百姓 经历过那么多的神迹奇事 但神却说他们 尽不晓得我的作为 因为心里干硬 心里迷糊的人 再多的神迹奇事 也不可能让他们认识神 信靠主 所以不是因为神没有实现奇事 而是人硬着心 是人心里迷糊 我的安息 是指加拿安息地 预表基督里的安息 过去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蒙了神的拯救 轻眼观看他的作为 但却体贴肉体 不肯顺服 反而不断地试探神 结果既回不到埃及 也进不了加拿安息之地 在旷野绕行四十年之久 今天 许多基督徒 体贴肉体 而不体贴神的心意 常常找各种歪理 来不顺从神 这里举几个常见的例子 比如说 做不到十一奉献 还说圣经说 不要勉强 要捐得乐意 我既然不是很乐意 就可以少奉献一点 又比如说 想偷懒 而在家里参加电视 或网络见拜 还真正有次说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比如说 不想传福音 然后就说是圣经说的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都信了 再比如说 不想花代价侍奉 然后就说 神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真的需要谨行 圣灵警告我们 我们务必 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幸 从那样子跌倒 既回不了世界 也享受不了基督的安息 有了儿子的地位 却承受不了 儿子的产业 一生在旷野绕行 成为毕神愿烦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你是至高至大的唯一真神 你超越一切 你创造和光临宇宙万物 当得极大的赞美 主啊 帮助我们成为那个真正敬拜 赞美你的人 降伏于你 听你的话 帮助我们心中不迷糊 不硬着心 而是明白你的作为 顺从你的带领 于是我们就可以 不在旷野转圈圈 而是进入你的命定 进入你美好的安息 谢谢主 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祷告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